中國人大通過修改香港選舉制度 被視為沒收民主 包括英美 歐盟都發聲明譴責 而十八號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等人 正要舉行美中高層二加二對話 美國國務院就預告 這將會是一場艱困的會談 而白宮也表態了 在香港和臺灣的議題上 美國絕不會退讓 中國人大十一號表決 通過修改香港選舉制度 設立多項選舉的候選人審查制度 並且重構特首選舉委員會跟立法會 被視為是沒收民主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 十二號召開記者會 表示完善香港選制 是要修補香港法律制度漏洞 根本不存在改變一國兩制的問題 是一法霹靂安湘江 跟港版國安法是好事成雙 構建符合香港實際情況 有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 要求愛國者自港 或者要求自港者 必須是愛國者 這是天因地義 對於香港選制遭到修改 歐盟外長發表聲明譴責中國 並說可能採取其他措施 支持香港 英國外交大臣拉布也表示 這是北京掏空香港民主辯論 空間的最新步驟 與中國自己做出的承諾背道而馳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也抨擊 北京持續攻擊香港民主制度 敦促當局讓九月立法會選舉 照常舉行 並且以透明且具公信令的方式 納入每位候選人 由於美中高層二加二對話 下週十八號就將登場 美國現在譴責中國改變香港選制 並且表明新疆種族滅絕 會列入議題當中 預告屆時會是一場艱困的談話 白宮也表明港台議題 美國在談論過程中 絕對不會退讓 對於美中高層對談 可能觸及台灣議題 外交部表示已經尋力 在事前與美方進行溝通 並且請美方在事後 向我方簡報說明會談狀況 也會持續關注 區域情勢發展動態 記者韓音朋友組整理報導 骰 對 牛 萼 萼 萼